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 我是Eton 那我们今天要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一个 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战争 但是居然赢了 真的让我出乎意料 就我们这个礼拜最大的新闻就是 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从蓝变成红了 这还是让我很惊讶的一点 对,不管怎么样,这个州长都一定会换人 因为弗吉尼亚州是不允许州长连任的 最大的不同就是颜色的翻转 共和党的Glenn Youngkin赢得这次的胜利 这个州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州 在华盛顿特区的旁边 从1843年的James McGill开始 一直到2021年的Ralph Norton 绝大多数的州长都是民主党的州长 上一次的政党轮替是2010年到2014的Robert McDonnell 这次的选举结果其实并不意外 你很意外吗? 我还蛮意外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说 虽然大家被摧残得很惨 但是大家就说,Let it go 就像Larry Elder那一次 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说Larry Elder一定扭声烂听这个样子 对,然后结果还是就 大家都觉得很好吗? 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家属走得越来越好了 然后就是你接什么吸毒所什么都无所谓了 这些 因为这次这个州的教育在民主党的摧残下变得四不像 而且种族批判理论以及摧毁家庭这些性贫教育 上了好几个国家的新闻 OK 就在去年就发生了Fairfax 他就开除基督徒的老师的事件 以及最近这个Lowden County变性的男生 在女性的厕所里面强奸女同学 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觉醒 我们要起来反抗这个左派的侵蚀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翻转 大家都投票 疯狂的投给共和党 很多家长以前是民主党的 或者是武党派 他们也都投给共和党 那针对这次的翻红 左派到底是怎么想 这边啊 对这些人们的 Wingramble 之中 非常高 我们把这个人表现成立天 这个人位在做余烈的 tsukar 證ons 可以看到了 他在买的地方 看他去过去 那叫他专门比赛 对吗 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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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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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 the suburbs that's a new development for us scott I'm sorry 沒有錯 還是川普的錯 對不對 這個是新冠肺炎 Delta變種的川普主義 聽起來超厲害的 Delta variant of Trumpism 對喔 散播的更快 更種族歧視 打壓有色人種 我覺得最好笑是最後面那個人說 就是要辯駁那個人的時候 I'm sorry 然後那個人就直接被卡掉 我們很有機會贏 我們未來也有機會 不需要靠著內戰來翻轉這一切 所以正義的一方會獲勝 川普馬上就發出聲明了 If there were no Trump in this election There will be no Glenn Youngkin 那他剛那句話是在那個 John Frederick 他的節目上面說的一段話 那我覺得川普的名聲 有很大一部分 但是我很確定就是 推手並不是川普 而是民主黨的候選人 Terry McCullough 有時候你感覺這人真不爭氣 你到底想不想當州長 你想當州長 你就是什麼大實話都往外說嗎 民主黨撒謊那套 你沒學會嗎 我們下面就看 這人到底有多實在 他講的這些話 徹底就是把這些民主黨的家長 還有自由派的家長 全部都給操作 我會想當州長的家長 什麼是你的姿勢 在那裡 什麼小學校的規定 都要說 對孩子 第一次 這是在這裏 法國的教育 和社會的 社會的社會 是那裡 那是哪兒 你還要在那裡 你還要在那裡 那些孩子 不會告訴他們 他們不會教他們 你不想 25孩子 選書 我们还真真超实在的 完全不掩饰 完全不掩饰 怎么什么大实话都往外列 跟那个纽西兰的总理一样 纽西兰总理 你想想人家已经坐上好坐了 人家就是总理 他现在是在竞选阶段 你就想想这话对你选择有没有好处 因为我看昨天卡玛拉·Harris 他在卡玛拉·Harris站在前面 他在后面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这人到底在干嘛 好恶心啊 就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 长得又怪 然后他好像就 对啊 然后你说这么多民主党的大咖 出来给他站台 对 你看什么奥巴马也来了 然后那个卡玛拉·Harris也来了 然后拜登也给他站台 说什么我那天晚上投票 我就得飞到那凌晨的飞机 你看人家巴来坐老头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大半夜的坐飞机还会过去支持他 你看啊 但是这些人呢 一来支持他 反而更糟糕了 很多人是因为讨厌拜登 而去投的这个Glan Young King 对啊 没错 那这个就是事实 因为我们的教育权力已经被剥夺了 所以家长们要为了自己的孩子站起来 为自己的孩子教育站起来 他在上面说 父母不应该决定自己小孩的教育 学校的教材 父母没有资格选择 这是很可怕的 我在这里讲给所有的男人 OK 一个建议 你就算真的这个样子觉得 你开口的方式也不应该这个样子 应该要更婉转一点才对 最好让女人生气的方法就是告诉她说 我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 这个我人生当中有好多次经验的 我觉得你应该 我认为你应该要这样 你如果这个样子做的话 不管怎么样 女人都会生气 特别是如果说 是关于她的小孩的教育的话 这个人脑子真的就是有点不太清楚 认为说这个样子就可以赢得选票了 我们就拿这个川普的票数 跟这个次Yunkin的票数来对比一下 女人投给川普的比例是38% 拜登的得票率是61% 那这一次Yunkin在女性中得票率是47% 其中白人的女性 川普的得票率是56% Yunkin的得票率是75%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动 这个数字是来自 Washington Post的Exit poll result from the 2021 election for Virginia Governor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不管是我们是怎么样去看这个选举 这次我们赢得这个州的州长 一直在讨论就是 民主党不是在作弊吗 对不对 民主党不是一直在作票吗 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如果他们在作票的话 为什么我们会赢 那如果说他们没有作票的话 2020怎么会有拜登曲线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无解 因为目前没有认可的解答 可以去解答这件事情 对就是说你如果要作票 你一定是一路做到底 总统大选你都敢那么做 不是现在中你为什么不做 那如果你做了 为什么又是共和党的人赢 对啊 你觉得呢 你觉得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来讲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 你不能永远都做了 因为现在大家一直都说 你那个大选有问题 然后你所有的选举都有问题 你全部都是作票的 如果他要是一直作票的话 这个声音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这次家长的反应太强烈 如果他要是不作票的话 就让他赢一次 他们就可以说 以前根本就没作票 你看你们赢了 也是有这种可能 家长反应都那么强烈 然后大家又那样 然后你结果这个民主党人 还是赢了 然后那些人一定就会说 你们就是作票了 而且他们会说 之前川普那次你就是作票了 但是这次他们就说 你看共和党人赢了 我们没作票 根本就没有作票就是 所以有可能 借着这个借口 就不去推行VoterID的东西 他们就说没有必要 为什么要推行VoterID 因为你看所有的选举都是公平的 根本就没有作票就是 这是我猜的了 我也觉得就是 民主党一直以来 都是掌控Virginia这个州的 所以说像他在加州 基本上不用作票 他在San Francisco不用作票 他们要作票都一定会在那种 很摇摆的选区里面的作票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次或许真的就是没有作票 然后因为说他们觉得他们会赢 就像Kamala Harris上去讲 才就是很自信是吧 对 因为Virginia州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 跟Washington DC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 就是这几个地方 东岸这几个地方 全部都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而且只要靠海边就是民主党的票仓 基本上是这个样的 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州长的这个选举 他们就会觉得说 不管我派谁出来 我们都一定会赢 反正这些人就是支持大政府 这些人就是想要福利 这些人就是想要这个样的东西 教育这个东西 大部分的家长不在乎教育的 然后不管说你这次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他们也会觉得说 他们就算反对我做法 我们也会继续赢 只要我们之后发点钱给他们自己的就好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 他们在这边真的是没有做票 那就像那个Kommel Harris之前 他就给这个人站台的时候 他就讲说 这一次Virginia州的这个选举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是可以直接反射到 2022年跟2024年的选举 其实都有关系 那2022年就明年 我们就会有七中选举 啥叫七中选举啊 七中选举是2022年11月8号开始 要选一大堆的东西 首先就是美国这个众议院435个席位重新选 因为他们都是两年制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所有众议院里面 这些人就全部要大换血 全部要重新选一次 选民直接投票产生啊 那其次就是美国参议院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席位 也是要换掉 也是大家去投票产生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一部分的州长要选举 加州也要选嘛 对吧 所以各州的州长呢 也是都是大家选民 然后投票章直接选出的 一般的任期都是四年 但是福蒙特州跟这个新汉布什尔州 任期是两年 无连任限制次数 What 哇那好棒哦 其实加州也是无限的 哦是啊 无限的连任是不是 所以如果要是大家一直持续投牛森 牛森可以一直做到80 Yeah Vermont跟New Hampshire 好那包括像我们一些local的 像一些这个市长啊 县长啊 州议会啊 参议院啊 中议院啊 这些全部都要重新选啊 那这一次我们Virginia州的州长选举 出来的这个结果 对于即将到来的明年的2022年的 其中选举到底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意义 代表了很多民众真的受不了 左派继续在吹长我们的生活 民主党完全执政下面 我们的经济教育运输医疗治安全部都出了大问题 食衣住行的这个消费力全部降低 国民生产总值降低 工厂生产力降低 国家防御降低 边境问题爆发 政府透过了新冠肺炎这个东西 夺下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权力 立下了无数的恶心的法案 在新冠肺炎已经不在这么可怕的情况下 还是要所有的人继续害怕 就算过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气候变迁啊 这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看我们增加了10%的这个 赢的这个沃基尼亚州 我们就来看民主党一直在长期执政的 New Jersey的这个州的州长 纽泽西州川普的得票率 跟这次共和党参选人 Jack Seatarelli的得票率 比起来上涨差不多有10%的百分点 在每个投票区 共和党的支持率都大幅的上涨 民主党的支持率都大幅的下降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民主党的政策其实一点都不民主 每次都是利用敏感的议题来操控人心 而人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 他们以为政府的辅助可以带给他们更多自由 但是却发现只能永远活在穷苦当中 等待政府的施舍 他们以为同性恋的婚姻是自由 以为变性人是时尚 以为撤销警察可以抹去种族问题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觉醒 然后发现这些问题其实不是政府可以解决的 政府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 而且把它搞得越来越烂 就是政府一直在改变这些东西的定义 就是到底什么叫自由 那变性人就叫自由了 你非得等到那个男孩把那个女孩强加了之后 你才说 哦 原来男女不能同侧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像说加州这边吸毒的话 吸毒别人就说 哦这是自由啊 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其实吸完毒之后发生的这些 打砸抢这些东西的 然后他们就把它说成是无罪 对啊 而且你就别说打砸抢了 这对人的身体也是影响很大的吧 你一个人又是一开始吸毒 你还能活几年啊 到底人你也好骗 忽悠忽悠悠大家都上套了 民主党好民主党棒 大家就全都跑去支持了 现在这个选举 就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你只要说 哦这是自由 这是民主 然后就会有一堆人无脑的去投票 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说哦这个我可以给你自由 我可以给你民主 哦这个东西人来决定 每一个人就 哦OKOKOK 我要自由我要民主 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 自由跟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他们都是看西方国家 就是西方国家大家都很自由啊 很民主啊 然后说哎那我们亚洲国家要去学习啊 然后台湾很棒很好啊 我们要进步啊等等 但是其实这个自由民主很容易被人带骗 很容易被骗 那他们大家不觉得嘛 大家一般来讲说哦 印象中都觉得说政府就是好人 政府没事骗你干嘛呀 你有什么好骗的呀 政府为什么那个要故意的做这些事啊 大家都不觉得啦 知名的那个右派的人士 Winstein Churchill 就是二战的时候英国的那个总理 他说了一句话就说 对于民主最好的argument 就是五分钟的conversation跟一般的选民 就是你只要跟一般的选民讲话五分钟 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要反对民主了 对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 还有这样的Lawin County这些父母一样 我们全部都要站起来 然后教育大家 跟大家说你的小孩在学校到底学了什么 然后跟你的小孩讲说 你应该要学什么东西 你要把福音传给你的小孩 我觉得传福音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要传给下一代 美国国父他们写下来的这个宪法 他们觉得说他们是有信仰的人 然后他们会去传福音 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价值观给他们的小孩 什么叫做自由 什么叫做爱 这些给他们的小孩 让他们的小孩知道 所以在他们的脑子里 他们有一套宪法可以保护所有的人的基本自由 就是天赋人权的这种感觉 但是他们这些思想还有道德观价值观 全部都要靠他们传下去 然后他们觉得说 未来的美国的小孩会越来越好 会一代比一代好 一代比一代更强壮 更有好的价值观 然后绝对会比欧洲那些国家好 然后他们会相信说 美国会变成一个更自由的地方 那自由地方其实就是说包括风险 表示说其他的人可能会不太想要来 对不对 所以他们觉得说 想来的人就是想要自由的人 对 他们基本上建国国父的时候 他们的思想是这个样子 来美国就是想要自由 来美国就是不想要被政府管 来美国就是反对王权 基本上他们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很不幸的呢 我们有大量的移民 外来的移民 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就觉得说 像说中国人来就 你们这美国的皇上是谁啊 美国没皇上 没皇上怎么行啊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英国来的什么什么 然后爱尔兰来的什么什么 德国每一个带着自己原本的 原生的想法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变得很奇怪 然后我们的投票方式就越来越做 越来越觉得说 政府应该做这个 政府应该做那个 我们应该相信政府各方面的 我们要当基督徒的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义务 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 传福音不是只跟别人说 耶稣爱你 同时你要让别人知道说 你是一个自由的人 而且什么叫做自由 然后你是被爱的 然后什么叫做被爱 什么叫做爱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 要传达出去的东西 所以说一定要出去 把这个声音 传给你身边的人知道 然后透过我们自己来改变 这个时代 然后这个社会 然后让我们下一次投票的时候 大家可以知道说 我们要投给谁 就不会出现 这是加州州长选举的这个情况 对 所以这个翻转的工作 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做 而且每个人都要参与到期中 而且你要呼吁其他人一起来做 很多跟你不熟的人 你没有办法呼吁 没关系 你们家的人全部都动员起来 不管是小孩啊 然后老人啊 亲戚啊 七大夫八姨的 你就去讲呗 对吧 你就是作为你们家里 这样一个文化宣传的工序 大家就去讲 先把自己家人搞定 我跟你讲 那一大部分人都搞定了 很多人就是连自己家里人 根本就搞不定 我的孩子好左好左呀 怎么办 那学校都叫 然后他说什么 我都听不懂 对 就是先把你自己家里人给搞定 这个肯定是 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就跟传福音一样的 你看他今天不接受 别硬碰硬的话 慢慢来慢慢来 但是你要一直就是保持 有这样一个意念说 你要跟他讲 你这样的话 慢慢翻转 能翻转一个是一个 能翻转一个是一个 跟传福音一样 对啊 英文的频道有非常多 很多家长会觉得说 孩子不听我的 然后孩子 然后我把你们的影片给他们看 他们又懒着看 谁想要看这两个 好像不是很年轻 然后好像也没有老到比较智慧的 OK 又老的 然后又年轻漂亮的人 然后在那边讲什么 我还讲什么东西 不过anyway 反正就是 英文的有非常多的资讯 想要你的小孩了解传统价值观的话 你可以去看Prager University他们的影片 他们的影片包括世界啊 然后还有他们所有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 他们的错误 还有正确的地方在哪里 Race relation 还有跟以色列的关系 这些地方 他全部都贴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写一个list好不好 就放在下面信息栏里面 然后还有那个下面留言区 大家去看哈 都是给大家推荐的是 英文的保守派的 这样的讯息 转给你的小孩看 如果你家有人不讲中文 讲英文的话 这些可以推荐给他们看哈 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 而且都挺好看的 对 应该可以很容易的就抓住年轻人的眼睛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神也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同力合作 你将投票这种事 你就一个人两个人去 有啥用啊 推翻校董会这种事 一个人两个人去 有啥用啊 谁拿你当盘菜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 传道书第四章 所罗门王写的哈 他说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德美好的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他起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有人功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敌倒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对 所以这个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说 一个人呢 力量是小 但是大家凑在一起 这个力量绝对大 大到什么 大到可以把 民主党控制了12年的州 给他翻成红的 可以大到 把不喜欢压迫我们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给他打掉 所以合在一起的力量 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也是每个人作为美国公民的职责跟权利 千万不要像说 依俄华建政人 上次打电话来 我们就接 我就问他 我说 那你们投不投票啊 我们不投票 还可骄傲了 这都是世界的事 我们不投票 在美国呢 你要遵守美国公民的职责跟权利 人家给你这样一个权利 说你可以去投票 当然要投啊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支持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就去投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要把你的孩子 你就看到什么 有男生进到女厕所里强奸女生吗 就是因为什么那个变性人的条例 男的穿个裙子 他就说他是女的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到底是 你这脑袋正常转一下个都可以吧 上次那个叶华先生打电话来 我也问他了 我说那你觉得现在这些变态的性教育 怎么怎么样 他说 啊我们不管的 通过这样的选举 像什么其中选举这种 都是我们大家传福音的好方式 因为你可以给大家看说 为什么我们是保守派的思想 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个人 那他的这个理念 跟圣经的价值观哪里是符合的 为什么我们不支持那个人 他跟圣经真理价值观哪里是不符合的 对吧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诞人信主嘛 让人看到说 圣经的真理跟社会正义到底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国家告诉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国家告诉你 抽大麻也可以随便抽啊 你要不要抽 对吧 那人说那不管国家让抽 反正西大麻现在跟娱乐一样 就娱乐呗 就跟喝酒一样抽烟一样 那你就去做呗 能不能这样啊 那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很艰难的 Virginia州也是 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很艰难的 因为很多人有付出 有百上 并且有人遭到迫害 他们才换来这样一次大的反转 特别像那个爸爸 那个爸爸真的就是 你想想看你的女儿被强奸了 学校过来跟你说 你要有这个justice的话 你就闭嘴 你就什么都不要讲 如果我是那个爸爸的话 我见我女儿被怎样的话 我直接杀了那个男的 我觉得都不足为过 OK 我们根本就不必要说 看到身边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说这一个事情发生 整个美国 大家都会感觉很难过吧 一个14岁的女生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不需要说 我们身边已经变得多惨多惨了 听说谁谁谁家的小孩 被强奸了 你再站起来 我们完全可以提前 就遏止这个事情 提前就是看到 他再继续走 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到这里 你就stop 你就在这里 你就停住 你就完了 你就下台 所以这个七龙选举 对我们大家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包括我们各个选区 的这个众员 我们都要重新选案 49区 周本利 这次一定得下台 一定得下台 千万不能让这样的人 再继续祸害 洛杉矶当地的人民 他一定要下去 上次跟他通过电话 然后不要再相信 什么华人头华人 那样东西 台湾人头台湾人头台湾人 什么香港人头台湾 No 是价值观 价值观 它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不要因为那个肤色 你只要因为肤色而投票的话 你就是种族歧视 你一定要因为他的价值观 跟你是符合的 然后你尊重他的价值观 他也尊重你的价值观 他如果开个听证会 他会听你讲话的话 而不是你过去说周本利 你这样做 你其实在残害我们的小孩 怎样 他接着电话来说 你威胁我 我 OK Ethan 威胁你周本利 真的是太恶心了 他管的那一区就是 西边的华人局 华人局西边华人局 像什么 Saint Gabriel Arcadia Arcadia Pamble City Saint Gabriel Alhambra Alhambra 对 这些地方的人 对 只要你是这边的华人 你不要再被骗 不要因为他的肤色而去投他 你看 你一定要是因为价值观 他不在乎你的小孩的教育 他就是把CRT Critical Race Theory 放到你小孩的课本里面 你小孩今天会变成种族歧视 然后会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一天到晚觉得说 我不能成功 而且我不用努力 因为我努力也没有办法成功 因为美国的系统在压制我 然后我是个受害者的这样的心态 全部都是周本利这个样子的人 放到你小孩的教育里面 所以说这一次你一定要把他拉下来 不要再让他迫害你的小孩 不要再让他把所有以后未来的小孩 全部都教育成一个政府的依赖者 然后一个完全的受害者 对 那还有就是因为他这个十年要重新划分选区 那在罗兰港这边东区到华人区 这一次不知道编号是多少区 可能大概也是39 40左右的吧 那这一次就会有我们核桃市的 现在的市长 秦政国市长 这次来代表这一区 来竞选美国的众院 那这个人我们一定是要大力支持 那将来呢他也会在我们节目中 跟大家一起来见面 对那大家现在可以在屏幕上面看到 我们秦政国市长 他的网站 还有他的email 大家只要是有什么担心的 或者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欢迎去他的网站了解 也欢迎支持他 也欢迎给他发email 我们是一定要支持 因为他是 我们见过他好多次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那他出来呢 福为民福为力 他就是为了人民服务 因为这是上帝最大的护照 所以像这样的人 我们是一定要大力支持的 他现在是非常需要帮忙的一个人 对 那因为不只是民主党会黑他 对 我们上次听说 连共和党的人都在黑他 因为共和党也有自己的政治目的 共和党也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要派一个 不怎么样的人出来 然后呢 让他可以好好听党的话 他就被威胁到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我们一定要帮忙他 所以有大家有力的捐利 有钱的捐钱 然后让这个市长 Eric Chang 好好的进入国会 然后帮我们去发出 我们需要被发出的声音 之前他们有派人到 加州这个地方 然后就讲说 你要怎么样去 跟你的市民沟通 然后让他们都讨厌川普 然后这样 他就问他说 为什么要讨厌川普 然后为什么你要我们市民去做这些事情 你这样做不是在让我们的治安变更差吗 你为什么要去把这样子的东西放在我们的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对我们的市民有什么好处 如果没有好处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帮你去这样做 然后那个就说什么 你是川普支持者啊 你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就把他骂了一顿 这还是民主党的人哦 共和党的人是直接威胁他 就说你如果参选的话 我会要来攻击你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了 然后他在这边跟我们很多牧者 也都有见面 上次去祷告会也遇到他 他真的是一个性情重 在上面哭得一塌糊涂 真的啊 对 他说他没姓主之前 他不容易哭 对 他一姓主就天天哭 天天哭 那各位可以去看他的见证 然后看他的故事 然后看他在网站上面发表的 他的证件可以放映的 所以请各位去支持这位秦市长 哎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 这也是我们作为美国公民应该做的 应该把这样完全不害怕 然后正直公义的神的仆人 把他送到国会里面去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大力推广的 那之后我们一定会请他上节目 来让他给我们讲一讲他自己的故事 好感人 我每一次听每次读 虽然都听了好几次了 对但是每一次听还是都感觉好感动 而且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那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好榜样 那作为基督徒呢 如果你要是基督徒企业的老板 如果你要是神友给你呼召 说你可以用你的金钱帮助 欢迎来帮助这位秦市长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神的仆人 保罗呢也写这个提摩泰前书的时候 跟提摩泰后书的时候 他在这里面都提到了 说我们要一起打一个美好的仗 提摩泰前书一章 在这里说他说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提摩泰后书四章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益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益审判的主到那日 也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防爱慕他显现的人 佛吉尼亚州已经帮我们有一个 打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仗 然后当我们的榜样了 我们可以翻转我们的neighborhood 我们可以翻转我们的州 我们可以去发出我们的声音 然后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Ethan 我是佛丽莎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